国内百物腾涨面粉的价格也在短短的半年里头三度涨价 大马杂货商联合会总会长方志明早前向媒体透露 从6月7号星期二开始 国内25公斤装的面粉价格将会调涨大约14% 这也是史上涨幅最高的一次 方志明相信面粉涨价之后 许多跟面粉有关的食品 比如说像是面包或者糕点也会跟着涨价 茂校部副部长罗索华西今天受访时也坦言 基于全球价格飙涨 政府补贴的普通面粉供应也会跟着被迫减产 但是副部长保证国内的面粉只是起价了 但是供应依然充足 民众无需恐慌 茂校部副部长罗索华西今天出席活动后向记者表示 面粉涨价是因为受到俄乌战争以及运输成本上涨的影响 但他强调国内面粉的供应依然稳定且充足 另外副部长也提到 政府将继续监督混合棕油的价格 尽管混合棕油并没有列入统治品的名单当中 但如果消费者发现 有商家试图以过高的价格从中谋取暴利 他们可以向茂校部举报